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也都会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一个无双吧 咱们打一个武将正霸 然后呢这一期的武将正霸呢跟以往呢有很大的不同啊 咱们呢这一期的要求啊难道非常的高啊 这个呢也是当时这个直播的时候啊 这个相爱是飘雪老板啊 点了这么一场武将正霸 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第一轮的三个boss 还是第二轮的四个boss 所有的boss呢必须得全杀啊 一个都不能留 那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些游戏吧 这里呢一出门呢 我是选择用身上带的这茫茫多的道具啊 一顿这个九戒帐家这个忠令 可以看到呢直接把这个隐身的这个梦霍啊 这个血量呢给逼没了啊 然后这个操长也快死了 然后我这里开始抽奖啊 趁着隐身的在隐身的时候抽个奖啊 这抽奖还不错啊 一个隐身一加一个小黄树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残血的这个先打死 他这个武将正霸给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说呢死两个boss就过关了 啊两个boss死亡就过关了 这样的话呢你就必须得在这个 死一个boss以后呢把剩下的血量呢都平衡好 啊这样的话对吧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最后时刻啊 完成了所有boss的全杀 这个呢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是吧 那么咱们呢继续来看 这个地方呢是选择用这个梦霍令啊 你看是吧 我平衡一下徐主的血量 平衡一下操长的血量 一个3900一个2400那可以了 咱们这里呢来一个储 徐主没死 等操长死亡的时候再处一下徐主 OK拿下 啊这个可能看似不难是吧 但是呢实际啊 这个整体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到第二轮啊 四个boss的时候啊 更加的难以控制 这里呢我抽个奖 直接呢把这个操长也解上啊 这样的话呢第一关还不错是吧 咱们来看第二关啊 第二关这里呢是诸葛亮铝珠和黄盖 这里就不太好打了 我呢选择先用傀儡招安定住一个 然后呢上这个毒气桶防止真理不防 之后呢上这个徐主啊 我是先把这个真理不呢先拿下 往下拉一些打一个必杀啊 可以看到呢六万毒气血的这个真理不呢 直接被我打升七千六了 然后再亏雷啊 毒气上操长 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真理不拿下啊 快速的击杀一个危险性最高的boss啊 实际来讲呢 诸葛亮的危险性也很高啊 但是啊 但是这有这个台阶 有这个台阶呢 导致这个诸葛亮的危险性呢 就没有那么高了 以为他这个忽水 在这一关的地形啊 有地形可以躲 那么呢咱们来看吧 还剩一个环盖一个诸葛 现在做的呢就是平衡血量 之后呢 我为什么要选诸葛亮这个人物呢 因为我觉得诸葛亮这个人物呢 首先跑起来很灵活啊 其次的话呢 这个人攻击力不算太高 然后呢 你可以这个慢慢的平衡血量 最后呢 就是当我有交代以后 这个诸葛亮呢 忽风唤雨啊 暴起的忽大水 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驱攻技能 比如说四个boss是吧 咱们一起忽水 他们的血量呢 这就是我考虑到 用诸葛亮的一个点啊 然后呢咱们继续 先上梦霍插一插吧 这个气呢 现在也不着急用啊 咱们先用这个梦霍 平衡一下两怪的血量 之后呢 一个三万多 一个四万多 只差六七千啊 还不错 这里呢跳上来躲一个水 然后呢 用梦霍插一个黄盖 之后呢 诸葛亮来干扰了 咱们呢再顶诸葛亮 再插一下诸葛亮 现在血量差得有点多 我得回头干一下黄盖了 哎 干一下黄盖 然后呢再 哎呦 就顶八卦这里去了 赶紧跳出来 赶紧跳出来 哎呦 这诸葛亮 诸葛亮步步紧逼啊 本是同根生是吧 这位置能在查 六十八卦 那我把这个 哎呦 这里我要死了 我来看一下 先取消 然后躲湖水 躲一下湖水残余状态 调一下道具 在八卦这里调血树 刚才为什么能调呢 因为呢 援军六换回来呢 有那么一点无敌时间 另外呢 就是这个 即便刚才中了一下八卦阵 我的血量也不够死 所以说呢 赶紧安稳调一个血树 之后呢 现在要做的呢 自然就是啊 把这个黄盖打残 然后呢 两个人一起together 这个神仙笔我不敢愣了 因为刚才一个神仙笔 除个石头 我把猪狗亮 砸得很疼 如果再是一个石头 哇 这一下 应该是胡不死啊 问题不大 哎你看是吧 中了这个水之后呢 压根没死啊 反倒呢 是骗了个暴击啊 同时呢 还让自己的这个血量是吧 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啊 一举两得 加上刚才吕布 额外获得的隐身一 这局的隐身一很多 这个隐身一呢 对于第二轮平衡血量来讲呢 是一个关键道具 所以说呢 我选择了继续 这个位置 别别别别闹 别闹别闹别闹 大哥你别打 让我打你 好 这样的话呢 又是一波全杀 然后咱们疯狂减 减住额量 减隐身一 减隐身一 好 这些点小道具 OK 咱们来看下一关 这关呢 你也看到 只能说 情形不如乐观是吧 这关来的这三个boss呢 一个比一个可以 我这位置呢 选择诸个量 另打诸个量 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呢 怎么说呢 照顺序还差点 我这里调了个隐身一 我是打定主 一对面一护水 我就护水 这是我打定主 然后呢 这里又再弄个招安装 再弄个招安装 然后呢 开始跑路 他这个八卦阵 真的是很讨厌 封住我的这个 可移动的位置 这里呢 我直接来 飞盘倒地 上毒气 然后再上诸个量 好 打一套连招 哎呦 还行 没打瓶 劈个雷吧 应该死了 一般地球能不能劈死 坏了 这里可能要挑隐身一了 我们来看 挑隐身一 对面没护水 那好 这样的话呢 我先护水 我先把诸个量拿下 不能给诸个量击破 因为诸个量的话呢 本身八卦阵非常占地方 他再给我来个护水 我很难躲 所以说呢 我这里先把诸个量拿下 然后呢 捡一个电数 这个电数呢 留着喝腰带 或者留着干凉 都是不错的 就把暴剑没什么用 我这里呢 先捡了一个重量的令牌 然后呢 捡了个电数 血数没捡上 再呼一个水 那一开始把这个呼水呢 虽然说伤害不高啊 但是呢 两个boss的血量呢 还是比较平衡 之后咱们来看看 这说实话不好打 我先扔个电数 因为他俩死了 还有电数 是吧 维学军游戏呢 三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道具多呀 道具充足 这个电数呢 两个人一个怕一个不怕 搞出这个血量仓呢 有点大 咱们呢扔个张脸剑 往一个张脸的地球线 然后呢 等一会点 先把下回来点倒啊 你也咱张脸剑点完了 下回来给咱秒了 那就得不上时了 飞碟没中 往这里呢 继续飞碟 这个如果再有一把剑就好了 我这里准备飞碟接操张 我们来看 飞碟 好吧 这操张没接上 飞碟接个操张其实挺好啊 哎呦 这下一遍 好 两个人还都有不到一万了 再飞一碟 哎呦 还中了他一个风险的参云啊 挺飞道具 该说不错 这个张脸剑是不怕毒的 要不然呢 我就用毒了 哎呦 这一下还行啊 我们来看最后怎么处理吧 最后就飞碟丢掉 一千一 打一个下回来的血量 愣个张脸剑 没有气 愣个张脸剑 好吧 最后纠结来续 还是愣个张脸剑 没有气 就没有气吧 这位置呢 哎呦 你又是不打 他就愣个道具了 因为的话呢 如果这个下回来啊 你跟他拼A 他是会 那啥的啊 是会这个防反的 这里呢 扔了个虚处 剪了个电缩 然后呢 把操杖扔了 又剪回个虚处 水量现在不够了 我是准备呢 在空地儿 开一个AB 别被打死啊 很怕AB之后被偷袭 暴剑扔了 这暴剑 对于这个三杀来讲 没有任何的能够 然后这一关还行吧 这一关的Boss呢 比起上关的三个Boss 那简直就是天查主角 这关呢 没一个猎害的 是吧 你再想想上关的啥 没一个猜 之后呢 这里我是先准备 这个打点连招 然后发现 我这个伤害太低了 我可能要换令牌了 可能换令牌了 前期主要就靠令牌 好 又是一套 两套连招打14000几血 苏果亮打这个中心 公司再不逮 我准备换令牌了 这个伤害是不行的 还在跑路 这有一双鞋 还是挺累劲的 刚才上关呢 张良死了 我捡了个鞋 整体来讲 有的鞋差不少 疯狂跑路 你看是吧 没有人的催 你要是有病啊 陆军 挺气人 这电数不能漏啊 这个电数的话呢 是最后一本的 这位置呢 上一个诸葛亮的牌 你看到两个诸葛亮 虽然说一样 但是呢 这个攻击力 起码得有三四倍的差距 我这里呢 利用跑位 我这是先把 沙漠 先把沙漠克打死 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沙漠克的话呢 他就怎么说呢 他会时不时的去笑 比较影响我们的这个走位 哎呦 这个上下还好啊 把这个陆军打上去了 那再吃点牙雪 捡一个火说 沙漠克令牌捡一下 沙漠克令牌也是比较好用的 沙漠克令牌呢 一旦能这个笑出来 他能打群攻 这个玩法的话呢 我总结了几下啊 这个好用的令牌 今天几个 群攻令牌 什么沙漠克了 吕布了 或者说武神了 是吧 这种群攻令牌比较好用 然后呢 单独令牌哪个好用呢 四马一 四马一收尾特别的好用 后边的话呢 你应该能看到 四马一收尾头 可是太好用了 这位置呢 这个诸葛亮打领马的伤害 实在是第一个恋人发展 你看到 我这里已经连最疼的伤害了 但是他依然没什么伤害 这里打一个盾联 依然你看是吧 不掉血啊 一趟练到就掉四千滴血 不是就掉六千滴血 比较不得 但是打路讯可以啊 打路讯有伤害加成 这个路讯真搅和 我就没再次上我的诸葛亮令 诸葛亮令打这个马 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伤害是吧 完全就不一样了 一号差点给他low up 哎小剑 我 你不要逮着你啊 路讯 逮着你 我一下子给你整好了 这里呢 都跑位了啊 因为他现在 如果把这个马王打死了 好多说 你现在一套连着 要不打死路讯是吧 是倒是是啊 但是你想啊 如果你把这个马王打死 然后路讯防 只要防一下两下 你就打不死他了 这样的话呢 就翻车了 所以说的话呢 不能有那种意外发生 我这里呢 选择是用这个雷霆万机 最后呢 打一个一收二 打一个漂亮的收尾 然后呢 开始疯狂的剪道具 剪杖鸟机 再减这个小毒气 好 咱们呢 来看下一关 这关的话 有点不好搞 这关呢 两个司马 一个是那种 正常司马 一个呢 是这个 以前追来追去 这个司马 比较难受 我这里呢 选择扔个张角军 没有气啊 有气的话 这刚才有浮水 然后他真的可惜没气 上个旅步吧 旅步的话呢 平衡血量开始垫一点 旅步垫司马的伤害 还是很可以的 这里呢 开始 有没有电着 哎 你往哪跑 老弟 再补一遍 然后跑位 再电你 然后继续 慢点电 在这个 园局最后一刻 我电了一下 防一个 跳一个 挑战手机 扔一个 这里呢 我先干死一个司马 两个人的血量 插插插插插插插 你看是吧 师兄张手机 先干死一个 全扔 搞定 这样的话呢 死一个司马医 咱们呢 可以把这个杀令牌 扔一个 捡个司马令 我们来看 这有隐前一 我扔一个 好 可以从容再捡道具了 把这个虚处扔了 捡个司马 然后呢 开始这个 捡加血 先把血量回上来 然后呢 趁这隐前时间 赶紧收点虚处 因为我现在隐前 已经有点时间 好吧 感觉没了 之后这火树不能扔啊 这火树呢 比如说你要是扔一个 另一个不过来 你就再也打不死他 比如说你扔个火树 司马一艘获利来了 但是那虚处没走 对吧 你下去了 所以说呢 现在这火树不能扔 这个天树呢 我开始以为很有用啊 尤其是当我抽到 好几本那个小黄树以后 我觉得这就能好打 后来我发现 根本不行了 这个小黄树这种伤害不可控 到后期游戏四个boss了 可能你扔成小黄树 突然就死俩了 剩下俩还没死 所以说呢 这个天树呢 这局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用 好 这里呢 咱们继续跑位 哎呦 这里是小黄树穿心放到司马 结果被司马仪 直接给推倒了 足标扎一下 哎呀 他还来个斜缩 坏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扔个隐身一吧 因为这局呢 隐身一多啊 所以说呢 我在这呢 先扔一个啊 空下血量 虚处三千 然后呢 能打死马仪 两千五 打死虚处 我这里血能先打死虚处呢 是因为虚处在血呢 要打好几下 但诸葛亮打司马仪很痛 你看是吧 司马仪再有血三下就搞定 那么OK 咱把这个 虚处干死 然后呢 扔一个司马 捡一个新司马 再捡旧司马 这样呢 司马的数量呢 往上疯狂跌加 然后先把血加满 好 咱们来下一关 这关还不错啊 这关的话呢 有点小白给的意思 这关呢 你可以看到 黄宗大驴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干啥的 这个梦祸 咱们再先笑 哎 你看是吧 这就是沙漠哥的妙用啊 没看到那三者掉的血量呢 并不多是吧 而且呢 有两者的血量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 比如说我一只笑 一只笑 一只笑 然后呢 黄宗大驴先死 哎对吧 剩下两个怪的血量呢 最后平衡到一样了 那这局就好过了 这就是我说 这个沙漠哥令 好用的一个原因 哎 你看是吧 那么呢 咱们这里等啊 那个是冷葫芦的 冷葫芦的门上不影响 我这里有鞋跑得快 他追不上我 我再笑 哎 气不气 哎 笑不了了 跑位来到点上 我再笑 哎 你看是吧 这三个沙漠哥 而且呢 刚好把沙漠哥用完 沙漠哥用完呢 换一个 换一个语书 留着后面黑腰带 这里呢 黄宗还有一下 咱们呢 直接把他笑死啊 找不到机会 当扣加个戏了 这样你看两个人 一只一万四 哎 是吧 这个局子就好打了 咱们把张灵剑扔掉 捡一个动物书 动物书的群控 你给我起来 大侠 垃圾倒地 OK 咱把这个啥 把这个动物书减上 然后剩下两怪呢 就是 对吧 继续磨了 慢慢折磨 这个有葫芦不好下手 感觉 我这里上了个诸葛雷 打一个满王 没敢批 没敢打这个236A 然后呢 打这个葫芦金 哎 你打死我 哎 我求你了 你打死我 我这里被给他放倒 放倒的话 他可能还要笑 比较讨厌 我就两下来 两下来摸 这肯定先杀葫芦的 因为呢 这个马王 你是很容易摸着他 你杀这个葫芦的时候呢 如果打一半被他刮倒 打一半被他刮倒 导致最后杀不了 那就圈完了 这样的话呢 又是一个三杀 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道具 都给他减上 语书 语书其实还不错 语书呢 平衡血量比较厉害 完了 这一关就出事了 这一关呢 我就预感到 事情有点不妙了 是吧 这个赵雨 非常的 懂得都懂是吧 非常的贱 这个赵雨 还行他进来了 你看这都烧不着 终于烧着了 然后下一个火炉 提前冷 赶紧冷 提前冷 往下站 你看这里 我故意往下站 故意往下站一步 我想让张飞跑出去 结果呢 张飞就跑出去 他自己说死 那就不愿望 因为这个玩意 烧死满一步疼 现在就不好办了 看见了吧 现在为什么不好办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赵雨两万 张飞一万 死满满血 基本上都不满血 现在如果张飞不吃一口包 这局游戏将非常贱难 这样非常贱难 3D啊 你饿不饿 长一口啊 3D表示不饿 还给了我个天目地裂 我这里能用动物数控一下 我必须得协查这个赵雨 因为这个赵雨呢 一旦你留到最后杀 哎呦 他吃包子了 他饿了 好 那这局好打了 这个张飞如果不吃点包子 这一关的话呢 基本是没了 我只是这么说 这里呢 我打一个AB AAB 上下A AB 再来 没跳起来 这里呢 等他起来压起身 好 带走 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狗赵雨带走呢 这关呢 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就是来本石头树和风树 这样呢 我现在就缺这俩 所以说呢 咱们俩一扔 AB碰一下 先剪石头再剪风 丝毫不慌张 再把扔这俩道具剪回来 你看是吧 稳稳当当 然后呢 张飞这里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么多血啊 来到了三分多地血 这样呢 我是吧 看到了通关的希望 那咱们这里呢 开始 跑位 天后雪亮 这是我现在要做的 而且张飞死亡之后 有一款大捷 非常的给劲 然后呢 现在咱们有腰带了 这个攻击力也上来了 对吧 我这里呢 打司马一套 打张飞一套 一个要挑 正好呢 躲过这个啥 躲过司马仪的这个笑 同时呢 嘎了一波张飞 然后呢 两个人的血量呢 基本上快没有了 咱们呢 继续跑位 走位 先打司马 司马血多 打一个挑 打一个 打一个批 打一个挑 好 然后读一下张飞 这里呢 打个上线A 让司马顶着咱们 剩4千3 血量控制非常稳 现在呢 赶紧揍司马 然后呢 司马不能先杀 为什么将一个位 应该要走 是吧 如果你杀司马那一刻 张飞吃包子 这游戏就结束了 这种意外 你都得防止啊 要不然说 这个游戏难呢 是吧 要不然说 这个玩法难呢 他就难在这 所以说呢 咱们先杀回家雪的 再杀这个傻子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把司马一领牌 再自愣 咱们呢 捡这个 捡这个啥 捡张飞的9 捡张飞的这个令牌 然后呢 把这个 哎呦呦呦呦呦 坏了 把张飞 好吧 这里呢 我这个 捡切都在扫啊 我这把张飞扔了 又把司马一捡回来了 但是呢 这一个举动呢 导致好多杖 已经被捡着 那就在小坑 这咱们来看这关 这关的话呢 我前面想的这个套路 就出来了 我前面想的套路呢 就是碰着 三个怪或者四个怪 有腰带也后护水 你看到这个血量 倒得非常恐怖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护三个水 这样呢 有要死的 有不要死的 咱们都在平衡下水量 也就完事了 哎 你看这吧 两个一万的 一个三万的 那咱们毫无疑问 这个大家没打着啊 我就说这是个垃圾道具 现在不好搞 现在很难搞 现在要做的 可能就是 扔个铝布令牌吧 可能是机会比较大 我认为能扔个 诸葛令牌也行啊 诸葛令牌呢 如果能打着一套 铝布伤害非常的暴费 但是你看这吧 这个打的过程之中呢 来个葫芦啊 现在就难搞了 哎 这这这 啪雾伤 打一个撞连 哎呦 这个贱人来个裸笑啊 如果这下都不裸笑 然后把这套连招打完 我家会很舒服 现在是 不行了 跳好飞碟了 啊 飞碟但是也控不了几下 这两关血量 伤得太少了 现在呢 只能全屏跑位找机会 这个在找什么机会呢 就是我一直跑 甩开胃炎跟葫芦 让吕布隐身砸我 这样的话呢 就拉开身位了 我现在等这么一个机会 这里呢 非凡起 打吕布 哎呦 这个葫芦就是怕给他打死啊 我怕意外给他刮死 能不杀他尽量还是不杀他 因为呢 很有可能 我一个误伤呢 可能给魏延干死 所以说呢 我现在 有点这个 不太好下手了 这位是呢 吕布来 我是想打他隐身的一个出招啊 结果能够出招 一个吕布令白扔了 好 这里呢 扔个隐身一 扔个隐身一 扔个隐身一的话呢 就能打了 你看是吧 为什么我说前边 呃 死了一命呢 还没充差呢 就因为这六个隐身一啊 这具的隐身一比全身的数量多 所以说是我没充差的原因啊 我这里呢 先把这个孟霍干倒 好 先把孟霍干倒 因为吕布的血量呢 已经是比魏延只多一套连招了 那么呢 咱们这里来检检这个风树 跟这个孟霍令 这个孟霍令的话呢 可以单插 可以单插 找到一个机会 单插一下吕布 这个血量就回来了 但是呢 如果插到魏延啊 就凉了 所以说呢 也不太好插 等吧 机会 这下没敢插啊 这下有点慌了 其实这下可以插 但是呢 这个魏延的血量一下就死 现在呢 就不敢插在这 哎 这位置没顶着啊 我看到这个吕布还不交枪 挺能撕吧 这下又没插着 他没有这个砸 哎 又没打着 这挺弹腾啊 一个打又一个躲 完了 这点弄时间气了 终于要 终于要插着了 好 两个7600 哎 你看是吧 这样的话呢 再摸 好 血量平衡完毕 先扔个时间气啊 因为这时间气呢 又往后又用不上 所以说呢 咱们先扔啊 不要最后四秒钟 浩浩浩浩浩 导致出意外 最后呢 再见了 吕布 你给我躺了一包 死 白给 好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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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威延一杀 哎 这个位置还被威延顶过来了 再见了 兄弟 我一个毒气 送你归西 哎 归上 这位置呢 我是想一个AB呢 一打二啊 我认为 吕布会引神砸我 结果没砸上 但是也行啊 一打二的效果还是实现了 这里很明显要捡一个吕布令 是吧 我吕布令捡不上 扔个傻子令 捡个吕布令 然后呢 风鼠减上啊 这个风鼠呢 到后来可能也没发挥 什么太好的作用 好 咱们呢 把架雪吃满 来看这关 这关的话 说实话 这个阵容让我有点难受啊 让我有点难受 诸葛亮 加大驴 诸葛亮在这个地方 后数也是躲不过去的 我这里呢 先那个小黄叔 因为呢 首先你注意看 大驴的血量呢 比这个 另外两个boss高 所以说呢 这一个小黄叔 扔不出来呢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一个小黄叔呢 把这个诸葛亮 打成两万多啊 然后大驴四万多 我这里扔了个雨仙一 有点慌张啊 这雨仙一 反正不扔 你说行不行呢 不扔也行 但是你不扔的话呢 你再打这个诸葛亮也费劲 我这里想的呢 就是既扔雨仙一 躲开湖水 又能先杀主量 因为这三个关里边呢 最大的货 还是这个主量 咱们呢 把最大的货 给他杀掉以后呢 捡了一个张灵剑 捡了一个张灵剑 捡了一个小毒气 这盘小道具有点少 飞爬还是比较关键的 之后呢 这个视频的上部呢 给各位呢 就带到这儿 第一轮结束 视频的下部呢 给各位带到第二轮结束 相信呢 这个第二轮啊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当时如果看了直播的 应该都懂是吧 这个第二轮打的 就别提了 各种到位 我只能说各种到位 好吧 咱们这里呢 先把第一轮看完 这里就是继续 利用祝国亮的高一速 机动性 机动性非常高是吧 这个蛇都咬不着咬呢 然后呢咱们接这 这我用司马一笑一下 因为这个血量呢 不太好平衡啊 祝国亮打这个大驴 跟伤害很低 我想找机会挠着两个 哎你看是吧 这血量一下就平衡回来 看不看着 哎 现在那是一个一万 一个五千 这样的话呢 随手杀一杀了 是吧 这就随手杀一杀了 很轻松了 再走 再打大驴 好 那这个血量 先插大驴 因为大驴巨马的时间长 然后呢 再利用巨马的时间杀四马 没什么问题 哎好吧 这里我还是想先杀四马 其实都行 打个万剑 再打个万剑 气也满了 收不收气无所谓了 好 往下走 一个AB全带走 来搞定 AAB的双杀 那么好吧 视频的上部呢 就给各位带到这了 我呢是本期的解释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帮我点点关注 是吧 还有三连 咱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不见不散 拜拜